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南亚的秘密战争隐秘的冲突 东南亚的秘密战争 听起来像是某个悬疑电影的标题 但实际上 这段历史充满了复杂的政治斗争 隐秘的军事行动 和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今天 我们就来聊聊这段显为人知的历史 首先 东南亚的秘密战争主要指的是冷战时期 尤其是1960年代到1970年代 发生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国的冲突 这场战争的背后隐藏着美国 苏联中国等大国的博弈 简直就像是一场国际象棋抵赛 只不过棋子是人 棋牌是整个东南亚 在这场战争中老挝的情况尤为特殊 老挝被称为世界上最秘密的战争之地 因为在这里美国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 试图打击越南北方的供应线 想象一下老挝的村民们在田间劳作 突然天空中飞来颗炸弹 简直就是今天的天气预报 晴天偶尔有炸弹降落 而且老挝的地形复杂 很多地方都是山地和丛林 给了美国军方不少麻烦 有趣的是老挝的秘密战争 不仅仅是轰炸和战斗 还涉及到一些奇特的战术 例如美国军方曾经尝试用白鳞蛋来制造烟雾 结果却引发了村民们的误解 他们以为是神灵降临 纷纷前来朝拜 结果却被炸得措手不及 可以说这场战争不仅是军事上的较量 也是文化上的误解 再说说柬埔寨 那里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人哭笑不得 美国为了打击越共秘密轰炸了柬埔寨的边境地区 结果却导致了柬埔寨的内战 可以说美国的好意让柬埔寨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最终催生了红色高棉的崛起 想象一下如果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会导致如此后果 可能会在白宫的办公室里抓狂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东南亚的秘密战争不仅仅是军事冲突 它还深刻影响了当地的社会和文化 许多村庄被毁家庭破裂 家庭破裂至今仍有许多未爆炸的炸弹埋藏在土地 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的定时炸弹 而这些历史的伤痕至今仍在影响着东南亚的政治和社会 总之东南亚的秘密战争是一段充满戏剧性和复杂性的历细 它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较量 更是文化政治和人性的交织 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 大家能对这段历史有更深入的了解 也希望我们在面对历史时 能够以幽默的态度去看待那些曾经的悲剧 毕竟历史总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提醒我们 战争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斯大林的遗产冷战的阴影 当然可以 斯大林的遗产就像一杯浓烈的福特加 喝下去可能会让你感到温暖 但后劲却可能让你头痛欲裂 斯大林不仅是苏联的领导人 更是冷战的领导人 他的政策和个人风格在后来的国际关系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首先斯大林的统治时期 尤其是大清习给苏联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恐惧和压迫 这种恐惧感不仅在国内蔓延也影响了国际关系 冷战的开始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西方国家对斯大林极其政策的反应 想象一下西方国家就像是一个在黑暗中摸索的孩子 突然发现了一个在小落里发出低沉咆哮的怪兽 那就是斯大林 斯大林的遗产才体现在他对东欧国家的控制上 二战后 斯大林通过卫星国政策将东欧国家纳入苏联的影响范围 这就像是一个落于热情的派对主办方 强行把所有人都拉到自己的舞池里 结果大家都在那儿跳着不太和谐的舞蹈 这个舞蹈的名字叫做社会主义 而舞步则是铁幕的降临 有趣的是斯大林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也颇巨细也颇巨细巨细 他曾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与罗斯福和丘吉尔进行谈谈 试图为战后世界划分势力范围 想象一下三位领导人围坐在一起 像是在进行一场国际象棋比赛 而斯大林则是那个总是想要把棋盘翻过来的人 结果冷战的棋局就此展开 双方在棋台上斗智斗勇呢 直到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 最后斯大林的遗产不仅仅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影响 更是文化上的深远影响 冷战期间 西方国家对苏联的恐惧和敌意催胜了大量的文学 电影和艺术作品 从1984到间谍游戏 这些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对斯大林时代的反思和批判 总之斯大林的遗产就像是一部复杂的交响乐 既有激昂的旋律 也有英语的和声 冷战的阴影依然笼罩着今天的国际关系 而我们在回顾历史时 不妨带着一丝幽默和反思 去理解这位历史巨人的复杂戏 毕竟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和讽刺 而我们正是这场大戏的观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核武器的竞赛 毁灭的游戏 核武器的竞赛听起来就像是一场 不太适合家庭聚会的游戏 甚至可以说是毁灭的游戏 在这场游戏中参与者不仅要比拼谁的武器更强大 还要在心理战中斗智斗勇 仿佛是在进行一场高风险的扑克游戏 只不过堵住是整个人类的未来 首先让我们回到冷战时期 那是核武器竞赛的巅峰 美国和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就像是一对老夫妇 虽然彼此都知道对方的底牌 但谁也不愿意先示弱 双方不断增加核弹头的数量 仿佛在进行一场谁的火力更猛的比赛 到最后核弹头的数量 多的可以用来炸掉整个地球好几次 这是让人感到过犹不及的幽默 有趣的是核武器的竞赛 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较量 还是心理上的博弈 比如著名的相互确保毁灭 N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MD理论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极端的你死我活游戏 双方都知道 如果一方发射核武器 另一方必然会反击 结果就是两败俱杀 大家都在这场游戏中小心翼翼的保持着一种和平的状态 仿佛是在进行一场没有赢家的武打 再说说核武器俱乐部的成员们 加入这个俱乐部可不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首先你得有足够的技术和资源 其次还得有一颗勇敢的心 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核武器竞赛 就像是一场邻里之间的争吵 双方都在不断展示自己的武器 一起让对方感到害怕 结果呢 两国的关系依然紧张 仿佛在说 我有核武器 你也有 但我们都不想用 当然核武器的竞赛 也催生了一些有趣的文化现象 比如冷战时期的电影和文学作品中 从核战争的主题屡见不鲜 甚至出现了不少末日题材的作品 人们在这些作品中既感到恐惧 又忍不住发酵 仿佛在用幽默来缓解对未来的交易 总之 核武器的竞赛是一场复杂 而又充满戏剧性的游戏 它不仅涉及技术政治和心理 还深刻影响着国际关系和人类的未来 希望在这场毁灭的游戏中 大家都能保持理智 谁也不想成为最后的赢家 带着一颗孤独的心 站在一片废墟之上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东南亚的秘密战争 斯大林的遗产和核武器的竞赛 每个话题都像是一部复杂的史诗 有着引人入胜的情节 和令人捧腹的幽默 首先 东南亚的秘密战争 带给我们的是一场国际象棋般的博弈 背后充满了大国间的斗智斗勇 老挝 柬埔寨的故事 让我们看到战争不仅仅是轰炸和枪火 还有文化上的误解和悲剧 而斯大林的遗产则如同一杯福特加 既让人感到温暖 也充满了后劲 影响了国际关系的每一个角落 最后 核武器的竞赛则是一场无赢家的游戏 大家在这场心理战中 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一种奇特的和平 深入分析这些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战争和冲突背后 总有着复杂的人性和文化因素 历史教给我们的 不仅是反思和批判 更是以幽默的态度面对那些曾经的悲剧 毕竟 历史是充满戏剧性的 而我们都是这场大戏的观众 在此 我欢迎大家分享你们的想法 也有什么样的观点 是对东南亚的秘密战争感到好奇 还是对斯大林的遗产有独特见解 或者你对核武器的竞赛有什么看法 请大胆提问 我们一起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月舞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设计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丢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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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